我想我一開始 我就先請教一下我們宋老師 因為這個議題 當然引起許多的一些關注 當然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一般民眾又進入到 那個政治的漩渦裡面又在談 這就是去中化 這就是又開始不隸屬幹嘛 剛剛我覺得宋老師 您也是這個國際公法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案例的看法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節目做這個題目 其實這個議題 如果放在剛剛那個案件中間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議題 一件事情是這個不幸事件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陪這個 受害人及其家屬 另外一個是它的理由是什麼 其實我會希望先談原則性的問題 之後面這個就是理由 法院要不要 因為這件事情是發生在高雄 那一位背包客 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民 來到台灣旅遊自行騎腳踏車 然後不幸在好像在高雄的地方 因為漏電的關係就事故過世了 然後他的父母就過來申請國賠 那這件事情要不要賠是一件事情 個案的正義是一件事情 但是問題是法官在判說 要賠的這個過程中間的理由是不對的 理由是說中國大陸地區人民 也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件事情可能是大有爭議 因為違反了一般人的自然的正義 跟自然的觀念 我們剛剛繳稅5月多的時候 我們有戶籍 有身分證 有健保的資格 我們也要繳稅 要服併役 我們也有盡義務 我們對這個國家有貢獻 但是一個中國大陸國民他來 他是來觀光 他跟其他外國國民是一樣 他也沒有要定居在這裡 他如果要定居 其實要經過相當繁瑣的程序 甚至比外國人還要更複雜的程序 然後他也對這個土地沒有聯繫 他沒有要定居 然後他的父母也沒有要定居 他是要回他的故鄉的 這兩個可以說是同一個 都說是中華民國國民嘛 這件事情就引起非常大的爭議 因此剛剛主持人所說的就是後面改了 後面改了就是說 它是基於一個過時的函視 這邊牽涉到法律適用的問題 因為通常所謂台灣有一個 叫做國家賠償法 他中間規定就是說 如果公有公用設施設置有欠缺的話 他對於國民是負所謂無過失責任 就是說他不去追究說 這件事情背後有沒有貪賬王法 或是有沒有公務員的不法 或者是過失行為 他就是單純就是說 不論有沒有過失就是應該要賠 這件事情的保護範圍 是應該基於國民 如果說擴張成為說 中國大陸地區人民 也是中華民國國民的話 中間就產生了一個相當與人的 我們國民一般自然感情 跟自然正義觀相當大的落差 在法院判決的時候 他會問國家賠償法法的主管 其實關於就是法務部 法務部翻出一個1993年的函視 1993年當時的背景 距今已經30多年 31年的情況 當時是剛剛修憲 剛剛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間 為了要讓人民可以行使自決權 可以選舉自己的總統 選舉自己的國會的議員 因此把中華民國憲法的這個 政治權利的行使限縮在台灣地區 因此有所謂說中華民國有台灣地區 又稱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當時在這樣剛剛修憲的情況下 法務部做了一個函視說 因為憲法上有這樣的區分 那又似乎就是說 中國大陸地區人民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國家賠償法又沒有禁止 大陸地區人民來申請國家賠償 因此似乎要賠 這個30年的函視 在這個2021年的法院判決中間 就被引用說 如果主管機關是這麼認為 我們就這麼依從 那麼因此現在行政院就是認為說 這件事情應該要改正 因為跟我們一般的觀念差太多 這個其實如果不改的話 其實是對不起真正的國民 真正敬義務 真正繳稅 真正服兵役 防衛這塊土地的人民 因此他做了一個說明說 如果是再有這樣子過時的 一個解釋的話就不再適用 他的效果 立即的效果就是說 主管機關不能夠再對法院這麼說 我們是這麼來看國民的這個範圍 我認為說這就是台灣法治的一個進步 它是應該 這是符合政治哲學 或是這邊的統治的正當性的 它是應該要維持的 至於要不要國賠 這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這牽涉到另外的制度 就是說到底我們這個國家 對於公有公用設施的設置與維護 到底要負擔到什麼範圍 它其實有兩條路 國家賠償是一種民事訴訟 它的這個過失是比較低的 舉證責任比較低 但它的面對就是國家 但是如果把國家當作一個私人 當作一個個體 那是一般的 不論什麼國籍的人 如果跟這個 如果受到損害賠償的話 他是可以告這個個體的 因此我們在其他的法制度說 只要你有fair trial 你有在當地能夠提起訴訟的機會 不管你是用國家賠償的制度 還是用一般的損害賠償的制度 其實都認為沒有違反人權 這個是一個制度的選擇 所以總結來講 有一個原則的問題 就是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民 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件事情在台灣有一個 算是自我糾錯的 從過時的一個看法 到一個現在比較符合 現在整個統治狀態的一個看法 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至於國賠要不要賠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